为了响应政府绿能政策 普里镇设立第一座120瓦电动车的超充站 让开电动车的游客和一杯咖啡的时间 就有充足电量前往下一站 我们团队以商业模式来跟工部门来做更好的连结 就是为未来我们绿能减碳这个方式来做一个推展 所以我想率先赶快来安装一个充电站 那这个充电站我们期待是以喝一杯咖啡的时间 就能够充超过300公里以上的这种电能 所以以这个方式来带动期待所有的电动车 可以到南投线来我们陆续会安装更多的超充站 来服务于所有的电动车车友们 所以欢迎大家常来南投旅游 让所有的电动车安全有一个很好的充电站 为了让开电动车更加方便 日管处表示 未来在虎头山的游客服务中心 也将设立更多的充电站 服务开电动车的民众 未来我们在虎头山的一个游客咨询站 这边也同样会导入这种电动车的快充 以及慢充的一个系统 作为未来普里跟亲近的一个旅游线 以及我们普里环山系统旅游线的一个重要充电的一个据点 那为旅客提供更好的这样子的一个旅游的一个服务 埔里是观光重镇 此次业者一业结盟 除了带来商机也对环境带来贡献 南投其实埔里是一个观光必经的一个重镇 那不管是去清晋农场啊 或是去日月潭 那其实都会经过这个地方 那所以是非常需要有一个充电的补给 那刚好一年半前 遇到毛董事长 那也有这个缘分 那他说他这边有快停车场 所以这个地方场域是真的非常适合充电站的一个建制 副医长潘一全 期许在普里镇广设电动车充电站 开电动车来到普里镇充电 顺便喝一杯咖啡吃一个冰淇淋 采购在地的隆特产品 除了带动广光商机 也让普里成为绿能示范小镇 记者陈伟一 普里镇采访报道